第七十六集 皇帝走了,德福宫内殿却久久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殿内安静得几乎听得到每一个人的心跳 所有宫人都摒弃凝神,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来惹恼太后 两久,终于等来老太太长长的一声叹息 她招呼泉焉 去给叶柔弟个话,告诉他 这件事情,爱家无能为力 让他自求夺福吧 这天下午,白赫然带着一众下人和白珍珍一起搬到了尹霞院去 他的院子在石宫 那些宫里来的工匠是看念西院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不停地念叨 这什么破院子啊 怎么配得上尊王妃高贵的身份吗 紧跟着这话,就是这儿也拆那儿也拆 主屋拆,偏格拆 几锤子下去,念西院被拆了个稀巴烂 他估摸着,每一两个月这工程怕是干不完了 于是干脆搬家 尹霞院是红柿的地盘 白赫然能搬过来住,红柿和白珍珍自然是欢迎的 可他却并不打算常住 毕竟红柿是白星岩的妾 白星岩总得常来常往 红柿也需要用一个宠妾的身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住在这里就太尴尬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往这一住 八成白星岩也不可能再愿意来 他没隐瞒 将自己的这番顾忌说给红柿母女听 红柿想了一会儿给出了个主意 不如请老夫人坐住 给四小姐分个院子 府上县城的空院子不少 收拾一两天就可以住 二小姐先跟四小姐住过去 等新的念心院建好了再搬 他听了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于是让迎春去跟老夫人说 自己则跟着白珍珍回了房 收拾这两日要暂住的地方 白珍珍告诉她 我姨娘这院子不大 再加上我跟着一起挤 想再腾出一间像样的屋子 给你也实在费劲 早年间我就劝过姨娘 换个大点的院子 反正有的是银子 到了自己出钱 扶上给腾块地方就行了 可是姨娘说 这尹霞院的院子和屋子 有很多地方 都是当年大夫人帮着布置的 她舍不得 白珍珍轻轻地叹了一声 拉着白鹤染的手道 姐 当年我还太小 记不得是 脑子里连大夫人的影子 都没留下 可我姨娘总念叨 日久天长的 便觉得大夫人十分亲切 就好像一直活在我们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过 姐 你对大夫人还有印象吗 白赫染没想到她会这样问 倒是微微愣了一下 可随即便是一个苦笑 有的 她告诉白珍珍 那是我的母亲 哪怕那时候我还小 可我还是记得她长什么样子 她说话是什么语调 记得她被白家赶出 抚门时的绝望 更记得 她一头撞死在白家门口时 邪剑了我一身 白珍珍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姐 没事 她抬手给这个小妹妹顺了顺发 她是过去的事了 人活着总要向前看的 说起来很是讽刺 前世她很厌恶小三这种存在 厌恶除了妈妈以外 父亲白星所有的女人 更不可能对白星生在外面的孩子和颜悦色 可一朝命运来到这个莫名的朝代 却也接受了红氏 白珍珍这些人 但是她知道 她接受的只是白星炎的补针补钻 却绝对无法接受自己也要过上同样的命运 若有一天她成婚嫁人 娶她的那个男人若不能身心皆专 她绝不会再留在那个人的身边 姐 你怎么了 白珍珍看出她情绪不对 是不是我不该提起这个事让你伤心了 她摇头 开伤的心当年已经伤过了 时候又用了那么多年才能从那段情绪中走出来 对于我来说已经太漫长 熬过了就不会再回头 剩下的就是要将白家欠了我和母亲的 一样一样讨要回来 她说到这时顿了顿 再看向白珍珍 想了一会儿开口问她 珍珍 若有一天因为我的原因 让文国公府凋零败落 你会不会怪我 白珍珍一愣随即摇头 怎么可能 你以为我喜欢这里啊 还是你以为我对咱们那个父亲有多深的感情 白珍珍失笑 哼 我可没那么天真 你病着的那些年 我还没看到白家人一个一个都是些什么德行吗 你是不知道 我六岁那年生辰 大舅舅送了一只小狗给我 那是一只雪白雪白的狗 才出生两个月 胖乎乎的特别可爱 我喜欢极了 每天都用羊奶喂她 她也特别黏我 整日都不理我半步 就连我睡觉她都在她边守着 一有动静准备我先行 白珍珍陷入一段很痛苦的回忆 我的小狗越位越胖 越位越可爱 后来她就被白金红看上了 整日来跟我要 我怎么肯给 可是 后来小狗还是被她要走了 你知道是怎么样走的吗 是父亲到了我的屋里 扇了我一巴掌 说我不懂事 不知道李亮姐姐 然后就抱走了我的小狗 那一回我哭了三天 可小狗被白金红抱走之后 也只活了三天 三天后 白金红就不喜欢了 咱们那位大哥白浩尘 去把他活剥了皮 扔给厨房叫煮肉汤喝 这件事情白赫然不知道 园主那些年一直病着 整日不出屋 府里的事也全然不知 这会儿听白珍珍说起 脑子里才隐隐约约 记起来一个少年的模样 那少年跟白金红美眼相似 生得十分俊朗 那是夜市带过来的儿子 叫白浩尘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 我们这些孩子的存在 在父亲眼里心里 根本就是夜市那双儿女的附属品 或者说 我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他们铺路的 白珍珍告诉他 有一次我偷听到父亲说 我们将来要嫁给谁 嫁到哪一家 必须得对白金红有利 他要用我们的一生 去保证白金红的圆满 哪怕需要我们去死 也义不容辞 你说 这算什么父亲 白赫然都无语了 他不知道该说 白珍珍太聪明 还是该说白星年太蠢笨 招恨到这种程度 可能都不需要 他费多大力气 白星年自己 就能把自己给活废了 罢了 不说这个 他拍拍面前的妹妹 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 不妥协也不期盼 没人能左右得了 咱们的人生 哪怕对方是我们的父亲 也不行 两姐妹正说着话 门外传来迎春的声音 二小姐 四小姐 李嬷嬷来了 白珍珍移了一声 说道 哎 李嬷嬷嬷 李嬷嬷肯定是要来说 新院子的事 可白赫然却不这样认为 应该是来求情的 他告诉应春 让李嬷嬷嬷嬷嬷嬷嬷了 他猜的没错 李嬷嬷的确是来求情的 人进来时一脸的为难 由于老半天话也说不出口 倒是白珍珍快人快语 先打破了这份尴尬 她问李嬷嬷 二姐姐说你是来求情的 嬷嬷为谁求情 李嬷嬷叹了一声 二小姐是真聪慧 老奴的确是来求情的 为老爷求情 嬷嬷这是什么意思 白珍珍沉了脸 李嬷嬷道 老爷进宫半日了 这眼瞅着天都要黑下来 老夫人晚膳也吃不下 一直惦记着 她看向白珍珍 又重重地叹了一声 唉 二小姐 老爷到底是老夫人的亲生儿子 您能理解她吗 白珍珍苦笑 能理解 李嬷嬷嬷说得没错 到底是亲生儿子 纵然犯下再多的错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亲生儿子出事而不管 只是 祖母是否也理解我呢 如果今日进宫去的是我 祖母是否也会为了我去求父亲 让她帮我一把 自然是会的 李嬷嬷赶紧道 过去那么些年 老夫人为了二小姐的事 没少跟老爷争论 这些事二小姐应该都是知道的呀 白赫然点点头 是的 我都知道 嬷嬷回去吧 告诉老夫人 我这就进宫去看看 李嬷嬷这才放了心 又感谢了一番才离开 白珍珍气够呛 真要进宫去给说情 不然呢 她轻轻地笑了下 理解吧 李嬷嬷说得没错 到底是亲生儿子 关起门来吵吵闹闹都是家事 但真将人送进宫里 送到皇帝面前 那就是生死未卜 换了哪个母亲 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只是这事 我还真不一定管得了 与我有些交情的 只是石殿下而已 他儿子儿媳招惹的是皇上 我说进宫看看 可实际上 那道宫门都未被进得去呢 我跟你一起去 白珍珍跃跃欲试 她想想 也好 迟到溜弯了 回来还能多吃点 二人收拾妥当就出了门口 老夫人一直躲在锦容院里 都没敢出来送 求白赫染就白兴严 这件事情说到底她是心虚的 毕竟那对妇女间的关系 闹成了什么样 她一清二楚 她儿子没帮过白赫染任何事 就连曾经几次生死关头 她苦苦相求都没有用 如今 却因为自己的担忧 让白赫染进宫去说情 这件事情 她心里有愧啊 李嬷嬷看着老太太一直叹气 只好不停地劝着 二小姐心里虽然怨很多了些 但她心肠到底还是好的 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出事的 老夫人就放心 老夫人 老夫人点点头 我放心阿冉 可却不放心心眼啊 这次阿冉去救她 那么以后 她会不会看在这次的情分上 少算计阿冉一回 李嬷嬷说 会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就算是交换 也该换出一份人情来 老夫人却不这样认为 我自己的儿子 自己知道 她被全世利益熏了心 早就不在乎这些儿女了 别说是阿冉 就是她唯一亲生的儿子 浩轩 也不见她有几分爱护 我心里清楚 就算阿冉这次救了她 下一回再遇到事 她依然会将那个可怜的孩子 推出去送死 可我是一个母亲 这些事情就算知道 也做不到眼睁睁的 看着她出事 罢了 最后一回 若再有下次 她就算死了 我也绝不会眨一下眼睛 儿子是亲的 孙子孙女也是亲的 我有那个命 还不如多疼疼 我的孙子孙女们 白赫然带着墨宇 连同白珍珍和小娥 一起坐上了白府的马车 往皇宫赶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